交唱倒小米的传统歌谣 让学员可以清零感受文化氛围 来与郎岛部落传统文化课程 已适用的器具 歌谣及采收小米 将在课堂上的学习带到田野里 然后来了以后这个就要唱这个椰子 去年开班授课 吸引不少族人及学校老师报名参加 除了希望后使兰语文化知识外 也可以传授给下一代 今年初学员播种的小米 日前有老师带领现场示范收割 学员说从种植到结穗 过程很感动 很感动啊 因为一开始是把这个 就是把这个 然后用成小米粒嘛 然后就把它撒出来之后 就没有想到它又会长 就是更多 对 又感觉到一个循环 然后很感动那种感觉 虽然这次采收的小米 没有预期的丰收 不过从歌谣播种采收 及小米生活文化的相关知识 学员说亲身到现场学习 比在阅读文献来得更有收获 有些新闻相关的大事 台东南语采访报导